哈喽,这里是扫兵色彩,今天是3月12号 近期有几则关于Switch的新闻和游戏试玩消息需要说一下 首先,今天将会有怪物恋人崛起的新版试玩开放 之前1月份的那个是版本1,这回开放的是试玩版本2 在港服或者日服商店中搜索Monster Hunter Ryan即可下载 拥有上一次试玩版游戏的玩家可以在主界面选择更新来更新试玩版本 本次试玩中,玩家将可以挑战崛起中的招牌怪物怨虎龙 我的天哪,破狐龙已经够瘦子了,这回又来个更猛的 喜欢挑战的老猎人们可以现在就搞起来了 我这种萌新苦手巴斯又要叫苦了 在前几天的怪略直播节目中,官方放出新情报 RICE正式版中将添加一个叫替换剂的功能 可以将部分普通攻击和铁虫司机替换为别的招式 而且正式版中还将会有新的铁虫司机持装 这次新试玩中应该还用不了 正式版将于3月26号发售,日趋港区独占中文 不支持任亏券兑换 另外,官方承诺将在4月底放出一个免费的游戏更新 添加狭龙和多只怪物与猎人等级功能 这波预告是真的给力 游戏都还没出,更新却已提前作文 之前我发了太刀、大剑还有斩斧的教学 有人问我别的武器教学啥时候更新 我自己也没有玩明白 下次一定下次一定 第二则情报 Apex Switch版在前年已经免费上架了 在商店中搜索Apex即可下载 游戏为全区中文 所以哪个商店下载都可以 众所周知 Apex是一款火热的FPS大逃杀类型的游戏 前几天Steam平台的在线人数甚至突破了20万 这游戏我几年前也沉迷过一段时间 不过这个Apex Switch版的体验不尽人意 先不说18G的大容量极占内存卡 这个硬件方面的难受之处 光游戏画质就非常堪忧 昨天我也下载了Switch玩了一下 我现在放的这个画面就是SwitchTV主机模式的实际画质 主机模式分辨率仅为720P 而掌机版更惨 只有惨淡的576P扎画质 看看班加罗尔的脸上马赛克都出来了 两种模式均为30帧运行 现在哪个FPS游戏30帧够玩的呀 关键是你还开放了跨平台对战 我的天哪别人都用PC版键盘鼠标来瞄准 打你Switch版不是吊打吗 匹配是不怕匹配不到人了 但是挨揍是肯定的呀 第三则消息是一则关于宝可梦的搞笑新闻 前段时间宝可梦直面会上珍珠钻石复刻预告 让玩家们痛哭流泌 恨这个GF不争气 这部有一位外国的民间大神在昨天 上传了一个自制的同人珍珠复刻视频预告 视频已经放出瞬间快30万播放量 这个人的用户名叫 Million Non-Lupus 好像是这么读 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真正心肺就停的瞬间 我的天啊太牛逼了 这画面这精度 这才是2020年该出的珍珍复刻的质量 这国外民间大神自制的视频都完标GF100条街 这位大神的简介里写着 梦想可以和GF一起工作 这脸打的简直是啪啪的响 Game of Freak 游戏狂想家 好好学学别人这操作啊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完这段震撼人心的视频 感慨一下这民间藏龙卧虎式的操作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去要挨揍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